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月供股票是指投资者每个月用固定的金额 在指定的日子买入想投资的股票 由于买入一些蓝筹 动跌都需要几万元以上 对投资者,特别是省户来说是十分昂贵 为了给投资者买入股票 银行就提供了月供股票计划 入场费可以低至1000元 从而减低买入的门槛 月供股票一般适合计划作长线投资的投资者 好处是投资者只需要选择买入具有长远投资价值的股票 无需担心短期的市况波动 而且能够有效地控制每股的平均成本 例如某只股票现价是40元 每手500股 入场费就要2万元 但如果用月供股票的话 便可以选择每个月用1000元 买入这个股票 即是第一个月买入25股 到第二个月的时候 如果股价升到100元 便买入10股 到第三个月股价跌到20元的时候 便买入50股 加上三个月便买入85股 总成本便是3000元 但平均每股的成本价只是35.29元 从例子我们便可以看到 整个操作可以自动在股价低的时候 买入较多的股数 股价高的时候便买入较少的股数 从而减低投资风险 亦都提升了月供股票计划的吸引力 小型的股价 本身就是一部分 那是两个月的股价 但是股价有这些股价 就在股价中 股价有这样子 在股价里面的股价 股价有这种股价 在股价纷有这些股价有的股价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